請收看《衛心世界》 《衛心論壇》 一花掛開天門 與花載花舊工程 黃禪老祖廟至聖 一清新法藏天際 風水裡宗教裡人典 為新生教盡衝弦 天下太平一萬年 台灣所謂風水仙的 大部分都是 例如四季 沒那麼多風水 只有為神聖和王山不祖師尊 和師父 天真合憶 現在是洋宅開始人的平安才是究竟 不應該死才要看風水 整套的風水政法才傳到時間來 所以今生今世有這個因緣 今日唯心正教學習《衛心風水妙法》 很感恩再感恩我們偉大的教族 偉大的師父 上天賦予這個重大天命 所以師父也不辭勞 養賢蓄財不辭勞 所以培養這麼多的賢師通修 要來共轉天下太平法的呢 非常艱巨 非常艱苦 所以跟隨師父 我很用心 我聽書的課 很少寄筆記 有時候一下重點寫幾個名項而已 我都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 而且聽課啊 馬上要進入 不要寄在講義上 寄講義文認真的寄 絕對怎麼寄都不完整 有時候 欸 書當我講什麼 七零八歲 絕對不整套 所以只有用心再用心 所以師父的課 我非常用心 而且我能夠今天追隨師父兩年半 我就跟師父請法 說師父讓我下山到台北開課 師父問你怎麼這麼早就敢下山下山開課 我說師父 我聽你在講經說法 常常在做願大力大 欸 師父 我們都毫無願力來而來 什麼願大力大我們不懂 這個願大力大 你是自己在鼓勵自己 自己在強調自己願大力大 所以也要所有唯心賢師同修 也要學習 要願大力大 所以講經說法都是兩方面對待 也自己勉勵自己 也是勉勵有緣人度眾生 一致的 所以我很用心 怎麼用心呢 因為我掃地掃完了 沒有事做了 我都在鮮活室 一直用功 師父講過的課 我一直在反覆推銷 所以我 並不是說 有時間聊天 我不跟人家聊天 所以 我要學習師父 我看師父的講課的風範 他永遠都沒有拿講義 上來就懇懇而談 所以我想說 我要學習師父 上法座 不要拿講義 不要講什麼 不要準備什麼 能夠上法座 想說什麼 就能夠說什麼 所以師父這一點 弘法 講經說法的風範 我第一點就學習到 所以師父 有時候也怕這些 弟子太太乖了 師父 那個 講經說法的那一本 下課了 就著名叫在這裡 就你們千萬不要 我著名到這裡 你也學習 也就著名在這裡 不敢多讀一部啊 自己也不要學習我這一套 誰這一套 到老你都學不完 沒那麼過癮啊 所以我下課 休息生活之外 全部我都全力誤 因為我也跟師父請法之後 我這一點誤道了 我說師父 我並不是說 來問師父說 怎麼掛蜘蛛節的問題 我請師父說 師父 如何才能夠把 才能夠把義經 心法學好 師父看我一下 你這問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 而且最重要的問題 所以師父說 是不是要跟我打悟 我們有這個誠心情法 師父一定會答應 一定會跟我們開笑 所以 如果不情法 你一直過去都不知道 所以師父說 你一定要自己 一直先讀前進 你先進行 又重複過來 你的聽口心得啊 才會把握到重點 你不懂的 你知道不懂在哪裡 你才會進步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啊 一般上課的前述同修 你叫他起來 你現在學到之後 你有什麼心得 你說一點 你學到什麼 你講出來 講不出來 你哪裡有盲點 你講出來 也講不出來 這樣不可能的 不可能學到的 所以 知之 不知 知與知 不知 你都清清楚楚的時候 你才會勇猛精進 而且 聽口會很用心 用心 那點進去 你一小點進去 就開始你一大片 然後呢 進入新田 永生難忘 不是記在筆記上 因為書包帶回去 掉牆壁啊 要上課再來而已啦 沒有用的 是無論我為心啊 所以我跟師傅請我 之後我就知道 要提早上 提早讀 所以我很短期間 兩年半後 就跟師傅請我 到台北開課 師傅問我說 為什麼這麼早就下去開課 師傅問一般人 你會說 要養一下養一下 錯誤啦 修行人 有些要照樣的心理 學到難成啦 我說師傅 我聽你講課 一直強到願大力大 而且你的宏觀 我也在 聽你講課 跟你的法語 我在宏觀 你將來一定很快會 要舉辦大法會 大法會 所以要聚眾不容易 如果沒有一年 要聚眾請錢 用錢去請你請 請人不來 所以我相信很快 微信聖教 會舉辦大法會 我出去開課看看 眾生是不是能夠接受 所以我到台北去開課 我今天也跟我們所有同修 互相勉勵 我出去開課 師傅到最後我說 你願大力大 將來要做 所以我提早出去開課 是不能夠開出路來 所以我出去開課 並不是為開課而去開課 我是 我去開課我就想 我們如果化人 大人大錢 建立大堂 出去開課 如果開得成功 就是要完成這些工作 不是為開課而開課 表示我真厲害的 就是人在師尊師面 都沒有力量 但是我們當徒弟的學道 要帶書來行道 所以我也沒有師傅教我 他只答應讓我去開課 就OK 所以我一開課 第一班開課 在泰山 我找緣度化師幫我忙 一陰一陽之味道 沒有陰陽走不出去 他幫我籌備開班 在泰山開課 七十幾位 學員出平台會叫給我來 我開課並不是講什麼案例 我從來不講風水 因為疫情先講開路出去 風水就很簡單 師傅今天我常常在講 講案例 點到為止就好 如我一直講案例 聽聽看我這樣而已 這樣而已 畢竟做無價值的 這樣而已 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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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幾多時 拜一經之手 唯有疫經心法 會幫助眾生 所以我講過一樣 跟隨書一樣 跟隨書一樣 我絕對不看什麼 我相信 別部很多法師也是我非常幫忙 這些法師都是當時我開課的班長 他也知道講課 講經說法 一定不要看講義 看講義 看講義就是看主在講文義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我想跟大家提出一個簡單的 進入維新宗教 受教於師尊書門下 以前學習疫情心法的心得 來供養指揮 大家互相勉勵 請多多指教 我們師父常常開誓 我這一點是非常重要一點 所有的第一點講 師父常常講 洋蔥左邊團團轉 陰蔥右邊轉轉通 若人事得陰陽絕 何則大地不相互 世間你無人去哪裡去 一定跟義經心法 在義經心法之中 陰陽絕 絕就是絕效 訣竅就是智慧的點在這邊 如果陰陽絕不通 解掛大概 很多 我現在也供養大家 解掛分都兩大類 儀式問一掛都是當下的小事情 有關心的事情 而解命掛是 命掛是一生一世 全部都在裡面 那時候非常六親五 都能夠解出來 才能夠算是解掛 所以這些陰陽絕 是真正 我們王蟬老鼠賢妙尊經來的 在開釋義道時候 一陰一陽之味道啊 陰陽搖擁 都在叫做陰陽絕 才是絕效 所以我們也要自我提醒大家 真正 師傅跟師傅一樣 做臺灣做事 台灣做事 做一半 師傅要做一半 學會接著不接多了 師傅的開釋 事實上 草莫已經交過很多了 師傅說 要說一半 電話一半 你給你興奮 你如果說要單邊的 你應萬別開竅 所以這個陰陽絕啊 就訣竅 這是 key point 如果懂了陰陽絕 你講解掛 馬上會知道 看哪裡 一兩句話就講出來 不是在那邊長輪大論 長輩大論就表示 沒有道理要講 變成強迫你接受他的講法 這沒有訣竅的 所以第一點 我今天重點在這邊 洋蔥左邊團團轉 陰蔥右邊轉轉通 若人宿都陰陽絕 何處大地不相亡 什麼事你都會當中 也請教我的解決問題 從義經新法 廟南文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天見聞都說出 今天學得好 希望大家好好服務眾生 要賭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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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賭妃 真簡單 義經新法廟南文 義經新法八句之年 你任何一句出來 看到人就有話講 馬上就可以賭眾生 只怕你講了便宜 有些人說 沒問題沒問題 會講話 因為你不能看到 性感不夠人 親節不夠人 也會笑 是查說義母界一面 真是不想 這個 診斷的 來學習 性感不夠人 也很多 很快就會穿幫 所以說 今天來講這個 就是 一經 處處你都可以用賭眾生 要賭眾生 你有辦法幫助他 煮點迷津 賭眾生不難 你一定要幫他 煮點迷津 他就會相信你 他才會進入中文 來共產法輪 所以 這個道 從這邊開始 我們維新聖教 我出去 正道實證書的開始 出去鼓勵大家誦經 我出去看到很多 很多同學的煩惱問題 煩惱是什麼 我今天也接受一年 跟師傅報告 包括主委長 因為我看到主委長 我就跟他讚嘆 主委長好好做 功德很大 跟他講 他也很溫暖 也很溫暖他心 而且很正統 但是他提出問題 原道老師 我們有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 要服務出去 沒有信心 這是真言 這是問題 所以 我們 開班 收購 還有很多忙點 不只支持 一直拖下去 到最後 會貼到心 沒有信心 自然會 自然退 所以我也憂心 我們 解決 如果大家 非常快樂 快樂 日神仙 易經新法 的廟法 是 五千年來 亡產老鼠 他們 唯有王產老鼠才能傳作這套功夫 這一個廟法 所以 我們今天所有當微信弟子 大家要精進 所以我也很慶幸 因為我有這個姻緣 讓緣德法師 家庭 他一人承擔起來 我在 仙樓市 好像 聽師父的口 還有 每個人在那裡 所以 我兩年半 才有辦法 處理 講清楚了 我如果想到什麼 師父在說什麼 我就要說什麼 非常快樂 所以 每個人 我開六萬 八千萬 就沒有了 所有學員都看過 跟他們說 跟他們說 大家 翻譯心說 如果你們 歡喜要來 吃一種 一人 公主做三十萬 押酒 都押酒就有了 這廟法 廟法 真廟 所以 如果不能講出這個 一直用 我從來開口沒有 沒有去 講到 洪水學 因為疫經懂之後 自然你會 洪水學 書的 資料 小本 那個 那已經非常圓滿了 要幫助眾生 這樣 不用花很多時間 自己就會了 不會的話再請書 再開書一下 就很高竿了 義道才是深奧 而且妙不可言 要度眾生 八祭尊聯 大家學醫經 那八祭 隨便叫起來 你如果知道 隨便起來講 環境手段 你度眾生 一定OK的 起來講 不知道要不然 晚上七、晚上也沒用 沒有開竅 所以 我今天就很重視這個 義化開五月 結果日安城 開五月這個月 我寫在這裡 也寫四月的月 也不是四月的月 人生 百行百葉都 歸納為金木水的那套 那個五葉 一發 開 火是表示心 所以說 二五過經天地是陰陽類的五行 五行這都要改革下 那個鎖就出來 所以說 一驚心法 這個妙男文 所以說 這個是這樣 這次 我們 我剛才說 我都不敢說 要論 因為 氣空 火界 火界 火界說的是三重前 那是無量無邊的 時間裡 空間都包括在裡面 那是 以我 在看當中 我們人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人做理主典開始 世間如果不少的人在爭論 都說 什麼人敢有你 都說你 我子很嚴重 所以應萬解不開 要提升到來 學會經 你知道 都要 都要 了解 義 就是換一個立場 變義 你我都是道 所以 學會經之後 你才會找到平衡點 那才是正道 正道 正道 你也要 接下來才叫我 就當中心 化界一切干戈西戰爭 如果不能解 一直也 落入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都在說禮 大家也禮 雖然禮而已 不通 所以 我又會經 才能夠 換個立場想一想 也做立法 說下去就馬上 找到平衡點 正道 正道 所以 已經 要廣傳 天下才能太平 要廣傳 這是真正 維新聖教的天命 也是 義經大學天命 如果我們培養出來講師 不夠火候不夠 出去 亂七八糟的話 法界也不認同 所以大家 要用心 要用心 因為你們沒有 像我這樣 全力以赴 一直在這邊 把家庭忘記 都忘記 我也很少回家去 我都這裡有飯吃 但是我這裡 不是要為領薪水來 師父看我 還穿著拉哩拉搭來 他叫那個師姐 拿三千塊給我 我說師父 這什麼意思 他說師父要給你 開玩笑 你我不拿 還可以 拿了我會痛哭 我會痛哭 為什麼我會痛哭呢 因為師父 現在才幾歲而已 有這麼大的成就 我現在還在這裡 尋尋覓密 慘愧要命 我常常淫有自責 所以我很精進 再精進 看到師父這樣子 崇拜 從師父親間站起來 是真心 是我的人也應不斷 我入專門來 我就叫師父就輸 我們今天整個 以法為尊 所以我非常正經師父 非常用心 你如果不會尊師長到 絕對合不到 這就是人生修讀 基本的人生態度 正確與否 所以我今天在講這些 縱觀人 無小的人 說有理沒有理 說說有理 不說不有理 那些都無理 我們外學疫情的人 一定會用疫情 疫情用意的疫情變化 犯一個立場 想一想 想對待之道 這樣就知道 啊 消耗 切一切就好 要講 疫情一度就好辦法幫助 中心化解一切乾淨啦 所以這個才是正確 那理是基本的中心 你說理而已 和疫情的人要用疫情說道 道去就說現了 說疫情其實不用在地球啦 因為說在現 彈弦說廟 那是說在體調的事情 俗對證 我們人間和疫情好好的用心 人間在事前做一趟 就能夠功德圓滿 所以不要說好有聽體調 我說彈性說明更可怕 人家說彈性說明也無起於事啦 浪費事前生命 所以要比較誤數了 真正要多在疫情風水裡面 這全世界現在都在地球中華民族 維大疫情風水上 好 說這是中國人的事跡 也是我們中華民族 列代子孫 偉大之次輪到世界天下大亂 唯有中華民族 唯有我們的阿彌陀佛 台灣祖師 他知道說中華民族有一個偉大聖人 王產老祖 能使這些眼盲 變成心不盲 看不見天下事 能見天下事 這點已經在佛教的大師 包括阿彌陀佛 我關心不盈佛 配屋都無體托地 這個罪到功夫為什麼那麼厲害 所以 疫經新法 唯有疫經新法 我們要珍惜 而且幫他學好 你出去才能度眾生 不然的話 如果用勉強的 講得工作 講由理 自己講用力的說服眾生 眾生難度 眾生難度 所以我今天講這些 我們講的太懸的 跟疫情的真正正確的宇宙之間 還有講到宗教 宗教的一些性人 你知道我們講現的 眾生也沒用 不用 宗教意思是什麼 要告訴眾生 要有天地的觀念 要靜天尊地 要有天地的觀念 還有先父的觀念 宗教意義就不夠了 要有天地的觀念 還有新鮮的觀念 鬼神的新鮮觀念 人生來泄乾 宗教主要要開示這些問題 然後有正主正見 才能夠在世間來走一趟 來走一趟所謂何事 來人道走一趟 如果就好就能夠上升 如果再墜落就下去了 所以這個要有正知正見 來學到才會把握一切 所以人生在泄乾 宗教意義 不是說什麼彈簽說廟 就是我們如果沒有天地的觀念 不要拚天拚地 天地為代 你們要知道 所以說天地均親師 天地最大 人老大 親啊 別母啊 鄉親啊 別母啊 鄉親啊 別母也很偉大啦 天地 讓我們的國家的國王 君 國軍也是很偉大 讓我們的老師也很偉大 這些都是我們的尊敬 那道對這裡講起就是宗教教義的演義 好啦 好啦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當然這個時間一講下去就 所以我這個不是論文 就談談而已 謝謝師父 請出多多指教 謝謝各位同學阿彌陀佛 謝謝師父